记者许卓勋桃园报道,客庄十二大节庆之一的一位客家战役文化季,龙潭归乡文化街下月16日至18日在龙潭大池登场,将举办龙舟竞赛,哈克水浪漫音乐会,民俗技艺表演等活动,其中,备受瞩目的龙舟赛,今年吸引上百对好手参赛。 今天,19日,在龙潭大池南天宫贤广场举行龙舟点金祭祈福仪式,市长郑文灿,客家委员会主任委员李永德等人为参赛龙舟开光点金,前星期球赛是平安顺利。 郑文灿说,今年桃园降雨量不多,龙潭大池水位下降,加上水质进化工程得到明年才完工,种种条件不弱以往,但为了延续百年在龙潭靖州的传统,仍持续在此举办, 今年结合一位保台战役主题,让民众了解当年客家义军保湘为民,一路走来的历史,参赛队伍的奋斗意志也与客庄的团结精神不谋而合。 对于民众优先龙潭大池优氧化,恐影响龙舟竞赛,环保局说,目前已加强稽查上游污染源,相关单位也持续加强净水,换水工作,而长远的改善计划则采三轨并行至,龙潭大池总水量有15万吨, 由龙潭区工作管理使用的地下水井今年初一恢复使用,每天可注入500吨活水,四方林立间水质净化工程明年1月将完工,内循环净化系统后年1月完工,完成后每7天就能换水一次,市长贝龙舟赛预赛定于6月16、17日,决赛6月18日登场,今年龙潭归乡文化节特别举办 水上高装师王争霸赛,参赛队伍将在1、2至2、3公尺不等的水上高装竞技,上演张力十足飞尸戏码,总奖金达40万元 此外,系列活动也包含胡胖音乐会,农特产品展授会等 活动讯息可上以为客家战役文化记,龙潭归乡文化节脸书粉丝专页查询